两个元生踢不住 青州已过 欢重山 这是2023年最优秀的国产动画 豆瓣评分值上8.3分 超过25万人给出了五星好评 电影中 李白在获射之后的仰天大小 更是收获了无数观众感动的眼泪 故事始于安史之乱 彼时大唐西部空虚 吐蕃局大军趁虚而入 围攻四川云山城 时任见西南节度使的高氏严守城池 却在敌众我寡的局势下 不得以弃城而去 退向了卢水关 一时间参踏的折子不胜美举 只因他违抗圣命 不仅不向长安进军救甲 反而退兵 距离长安越发遥远 在这个敏感的失局 高氏的行为立刻引起了帝王的猜忌 下令延武将军前来接任兵权 而延武还在赶来的路上 奉皇命而来的池节监军 却已在军营外等候了 眼看国家版大 自己又不能报效皇恩 高氏激动之下 竟然自杀 等到池节监军程公公进入军营 高氏早已奄奄一息 但手下救助及时 高氏总算捡回一条命 而程公公奉皇命到来 竟不为军情而来 却是为一个人而来 这个人就是李白 熟悉的名字开启了高氏久远的记忆 他拖着病体 将二人的故事娓娓到来 二人年少相识于洞庭湖畔 高氏进长安求取前程 以光复没落的高家门湄 却被追赶盗贼的李白误认为歹徒 二人展开了一场搏斗 高氏武艺高强枪法炉火纯青 三两招就占尽了上风 立刻引起了李白的怀疑 一个盗贼怎么会有如此身手 高氏一番解释 李白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竟错怪了好人 但李白性情洒脱自来水 初次见面竟借马一用 没等高氏答应 他以扬鞭而去 但李白虽追上了盗贼 却在打斗之中被磕飞了兵器 尽管侥幸干掉了一个 却被盗贼的同伙险些杀于剑下 幸亏高氏及时出手 一招流星赶月 当场将盗贼赐于马下 这才救了李白一命 二人一见如故 辩护到了来意 原来李白正便访名山 借以安葬好友吴指南 二人本是结伴求道 谁知吴指南却途中染病客死他乡 讲一气的李白当即决定 将好友安葬到山清水秀之地 以未见好友在天之灵 这份侠感一胆 顿时让高氏感动不已 二人于是决定结伴同行 在闲暇之余 李白将相扑之术交给了高氏 高氏则以高家枪法作为回报 二人在万母伟田策马奔腾 少年之志犹如昭阳 而年轻的李白更是潇洒倜躺 志向自比昆蓬 他向往寻仙问道 想要寻找修仙之法 但在修仙问道之前 他要先功成名岁 想尽这世间荣华之后 再走出世的道路 而对于公民 李白早已经有打算 他早准备好一篇大鹏腹 想通过行卷的方式博取公民 将文章递给当地的郡守后 只要获得他的赏识 便可以被推荐给朝廷 德哥一官半职施展报复 可一举省去数十年苦度 但他虽然计划得很好 对自己的文章水平也信心十足 但天底下的捷径 岂是为寒门所开 当他兴致冲冲地来到郡守府时 却连门都没进去 就被人赶了出来 还白挨了一通羞辱 令尊是一位商人 是啊 家父从事贸易 李白气得拔剑四砍 却又在愤怒中转而大笑 拉着高氏就要去黄鹤楼喝酒 似乎已把羞辱望之脑后 高氏这才得知 财高八斗的李白竟是商人之子 为市农工商中的最低一等 连科举考试都无法参加 想要博取公民 也只有行卷一路了 但以商人之子的低贱身份行卷 难度比科举确止高不低 高氏正说得兴起 陈公公也听得尽兴 殊不知一个吐蜕 俘虏已被悄悄放走了 放走他们的是几个胡人 他们告诉俘虏 决定与吐蕃大军里应外合 在阎武到任之前 将卢水城一举拿下 军情陡然紧张起来 但高氏和陈公公二人 却仍被蒙在鼓里 你见过这么年轻潇洒的李白吗 但一向洒脱的李白 此时却不淡定了 只因他读到了崔浩的灯黄鹤楼 才发现世上竟有人如此才气逼人 在码头上 他与高氏立下一年之约 并发誓要写出压倒黄鹤楼的诗 然后两人一个去长安 一个去扬州 就此分了手 到达长安后 高氏便访昔日家父就故 期盼着能得到举荐获取功名 以振兴他渤海高家 谁知在许多人眼里 渤海高家早已衰败了 哪里把他一个破落户放在眼里 屡屡吃壁门庚的高氏 只好化起了油彩妆 准备在齐王府的宴会上表演枪法 以博取玉真公主的青睐 当今圣上最宠玉真公主 但凡是他举荐的人 没有不大家提拔的 但高氏的枪法是上阵杀敌的枪法 舞动起来虽然杀气领人 却不合玉真公主的口味 连这条捷径高氏也没有走通 他便躲在休息室里长须短叹 却与少年杜甫撞了个照面 就在二人交谈之时 又有人被簇拥而来 他们立刻躲在了武师里 来人原来是王维 此时王维风头正胜施化双绝 深受玉真公主的喜爱 当场就答应推举他做官 高氏看在眼里 心里却越发暗淡了 索性去了扬州 去赴那一年之约 扬州果然是个温柔乡 连空气似乎都是甜蜜的 李白更是大名鼎鼎员竞皆知 但当他找上门来时 却发现李白早将一年之约忘了个干净 还拉着他去抢人 等到了船上之后 高氏这才发现 自己竟抢来了一位家人 李白回到老家 又重新恢复了风流倜傥 在别人的宴会上抢走舞女 竟以为一件快事 但没等李白得意多久 对方的人又追了上来 当场将舞女抢走 而李白却也不生气 反而隔着船看舞女跳舞 为他击鼓助兴 最后一致千金 只因为自己高兴 高氏将一切看在眼里 如此顽固图迷的做派 悄然引起了他的反感 在即将奔赴下一场盛宴时 高氏直言不讳 趁年轻应该博取前程报效国家 岂能将岁月蹉跎在享乐之中 浪费了一身的才华 李白还没有反应 女扮男装的裴元哥忍不住了 说是与高氏要比试武艺 实际是想借机教训他 但高氏的枪法不容小觑 三两下就把这裴元哥击退了 这反而把裴元哥打出火器 又飞身扑上再次大战起来 他剑若犹龙 数招之后击飞了高氏的武器 剑剑停留在了他的咽喉处 获得了最终胜利 但裴元哥却没有趁势嘲讽 言语里竟是凄凉 只因当今奸臣当道 他裴家虽然军功卓著 却不得重用 而在年轻一代中 他更是独占凹头 却根本无法博取功名 只因他是女儿身 可是 我是一个女子 才华 抱国无门 一个女子的才华 在这个封建的时代 女子即便才高八宝 也被禁止做官 裴元哥空有满腹经纶 却因性别百无一用 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高氏大受震撼 却也因此奋发图强 更加珍惜报效国家的机会 他拒绝了李白的邀请 准备回乡苦练苦 以气碰上绝佳机会 可以一飞冲天 成公公正听的入迷 紧急的军情 又把他拉回了现实 原来吐蕃大军 已出了云山城 率八万之众 正向卤水关进发 三个时辰便可到达 在这危难关头 高氏反而却更加有耐心 请公公坐下继续开始讲述 当年高氏回到家乡后 一待就是三年 却突然见到了 被捆起来的李白 原来他前来拜访 却被当成了盗贼 所以才被抓了起来 两人见面分外亲切 李白却直接将他摔倒 强行开展了一场相扑制战 三年不见 高氏已大有长进 李白虽被摔倒在地 却仍然哈哈大笑 夜幕下二人把酒言欢 李白却抛出一个重磅消息 他的家族衰败了 父亲以死自己却家产全无 甚至在小客栈里差点病故 但更让高氏震惊的是 李白说他要娶妻了 娶的是曾败相的许家之女 但方氏竟然是入坠 著名的大世人 名震盛堂的李白 竟然要做别人家的坠血 好友高氏震惊不已 尽管李家已经衰败 但也并非只有入坠一条路 所以他持反对意见 李白拿不定主意 决定再去见一位好友 征求他的意见 那人就是孟浩然 但当他们匆匆赶到时 却得知孟浩然刚刚出门 前往扬州了 双方竟擦肩而过 李白听爸立刻上马追赶 恰好去往扬州的船刚刚起航 李白立刻拼命追赶 却终究还是差之毫厘 但他没有放弃 索性将字写在布上 询问孟浩然可不可行 朋友间心有灵犀 孟浩然自然知道他所问何事 却给出了一个可以的回答 竟与高氏意见相左 二人随后去了黄鹤楼饮酒 但等到李白提示归来 却发现高氏早已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个讽字 了达了自己的态度 而离开了李白的高氏 决定继续博取功名 但已不再追求行卷之路 而是要上阵杀敌 用枪捂出一个前程 他侧马扬边 来到了赛北冀州 只想领一马队 好上阵杀敌 但将军却给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打败眼前的大汉 便满足高氏的要求 但眼前的大汉熊撞似铁塔一般 哪里是那么容易打败 高氏刚一照面 就被甩飞了出去 对方竟也用的是相扑之术 但高氏不气不耐 再度冲了上去将大汉拦腰抱住 虽被举了起来 却也被他抓住了机会 以四两拨千斤 将大汉重重摔倒在地 顿时赢得了满堂贺彩 顺利地得到了马队 好友李白无心传授的相扑之术 敬畏高氏的前途 起了关键性的助推 但是造化弄人 边关的战士越发紧急 将军的指挥也频频失利 没过多久 高氏就几乎全军覆没 而当他搀扶着受伤的战友回营时 却发现将军仍在推杯幻展欣赏歌舞 顿时觉得战斗没有了意义 在一个血验 高氏弃关而去 准备再次回到家乡 却在一个驿站停留的时候 再次见到了李白 而李白此时正在逃亡 原来他入坠之后郁郁不得知 所幸弃之而逃 投奔边关报国 却又无意发现安禄山竟有造反之心 为了安全他立刻避之千里 但即便已逃到塞北 追兵却始终在跟着 正在二人谈话时 一个雄壮的身影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日后的忠心名将郭子怡 但没等他们说几句话 万箭破窗而入 追兵已经杀到了 郭子怡仗义出手 以上四哥书汉的名头 下退了追兵 救了李白一命 但郭子怡看似威风 实际已经自身难保 他因军中失火被连累 马上就要被处斩 谁知高氏祖上与哥书汉有救 他感激郭子怡救李白之恩 决定仗义出言 救郭子怡一命 高氏一人一马 去歌书汉帐下说情 约定黄昏是归来 直到行刑队到来后 高氏才带着赦免之令 姗姗来迟 但他虽然救了郭子 却与歌书汉达成了协议 十年之后如果公民不救 要投在歌书汉的帐下 做一名幕僚 高氏虽然置在沙场 不愿意做济世文人 但为救郭子怡之命 也只好答应下来 他又回到了家乡 每日刻苦读书 本想能在这十年里博取公民 却因为弃官而逃的前科 被达官贵宙所排斥 岁月蹉跎 这一蹉跎就是十年 当初的少年以两病染白 成了个失忆的中年人 高氏本以为今生做官无望 谁知却收到了李白的来信 原来在这十年里 李白的名声越来越大 被玉珍公主所赏识 举荐他入了汉陵院 终于实现了功成名税的报复 来信时邀请高氏去长安 以便为他谋得官职 高氏就这样第二次来了长安 却发现李白府上大门紧闭 幸亏多年不见的杜甫引路 才将他带到了曲江九四 九四里歌舞升停 无数名人骚客在此寻欢作乐 李白身穿红袍留起了三缕长然 已然一副功成模样 席上之客也个个鼎鼎大名 有汝阳王北海太守 更有王昌林曾申等大诗人作陪 高氏不断行礼 等到李白终于与他去救世 才发现他又将邀他来长安之事 忘了个一干二净 多年不见 李白仍然潇洒更添了一份贵戚 高氏却觉得形同陌路 再次回到了家乡 整日打猎游园 虽以功名无望 但也自得其乐 却在某天 他再次见到了杜甫和李白 仅仅一年时间 李白又从云端跌落 被奸臣极恨 不得不远离长安 乌漏偏逢连夜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 李白因此看破红尘 决定实现他年少时的誓言 他决定去当道士 从此寻先问道 来找高氏就是让他做个见证 但成为道士也很不容易 李白在道坛上经历日晒雨淋 片刻不歇的诵经三日 这才终于得以授录 终于得偿所愿的李白 邀请好友大醉一场 也做出了那首名震千古的将近久 趁着醉意李白飘飘欲仙 他们乘着白鹤玉植上天宫 在银河之中徜徉 在天宫之中与神同影 诗中豪心逼人 却有着惋惜红尘的悲观 而李白虽然出世 高氏却要赴十年之约了 在告别之际 已经大副偏偏的李白 邀请高氏再度较量向扑枝树 却被轻易地打败了 因为酒色已掏空了他的雄心 而高氏如约地到了戈书汉帐下 却不想一待又是十年 安禄山终于返了 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却也给了高氏机会 朝廷授予了他官职 他又可以征战沙场了 此时的戈书汉已年老体衰 朝廷又昏溃无道 大军出关镇压 反而大败而归 军营中更是有人反水 戈书汉本想破围而出 却兵败被俘 只有高氏逃出了军营 在这乱世之中 高氏走投无路 第三次来到了长安 朝廷西逃长安的繁华已然倾倒 处处风火狼烟 但在乱世之中 高氏的沙场本领却得到了机会 他扶摇直上大器晚成 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 负责平定勇王之乱 行军时路过扬州 昔日的温柔乡也已残破无比 但对于勇王造反 满腹谋略的高氏并不在意 因为此人至大财书难成大事 却不想多年不见的李白 竟然投了勇王 而事实也果然不出高氏所料 勇王不堪一击被他迅速镇压 但昔日好友李白 也因此成了阶下之囚要被问诊 作为评判大臣的高氏 虽有心相救却也爱莫能主 却不想郭子怡出手求情 让李白免了一死 只是要流放夜郎 讲到这里高氏也不禁黯然神伤 陈公公也露出了真正目的 他之所以追问李白 就是怀疑郭子怡与高氏之间 因李白之事生了间隙 因此才违抗皇命反退卢水冠 但陈公公有所隐瞒 高氏又何尝不适 只见他豁然起身 摘下了绷带 脖子竟然毫发无伤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演戏骗过程公公 更为了骗过吐蕃 引吐蕃离开云山城 向卢水关进军 高氏则率领大军 超进道抵达了云山城 准备毒死后路 与阎武来个瓮中捉鳖 而八万吐蕃大军危急 围困长安的吐蕃兵定然支援 长安之危也就解除了 高氏的计划得到了完美的实施 吐蕃大军被一击而溃 安史之乱也因此被平定 高氏攻城身退 却被成公共教主 原来他早就知道 郭子怡与高氏的内情 两人根本不存在见习 反而关系极好 只是身负黄恩不得不查 而郭子怡之所以求情 恰恰是受高氏所托 而他也带来了 李白的最新消息 由于新皇登基 李白在行进白地城时 便被赦免 重获了自由之身 欣喜之下 他更是写下早发白地城一诗 再次千古流传 高氏听闻消息 也不禁为朋友欣喜 李白颠沛流离的一生 也终于有了个 享受太平之乐 虽然后期被贬 却也被风波海献猴 终于光复了没落的高家门楣 故事到此终于圆满地结束 尽管许多历史名人 只是惊鸿一品 名人的命运也太过跌宕 但我们却得以一窥大唐盛世 而历经千年 辉煌的长安早已不复存在 名氏骚客也早成黄土一旁 但正如高氏所说 只要唐氏还在 长安永远都在 而长安在 铸就了大唐辉煌的名人们 就永远熠熠生辉地活在我们心中